国际泳联世界跳水系列赛北京站昨天进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 在下午进行的女子和男子十米台决赛中 中国选手张佳琪和杨健双双夺冠 下午率先进行的女子十米台决赛由张佳琪和任倩出展 在东京站夺冠的张佳琪是冠军的最大热门 她也的确没有给对手什么机会 从第一轮开始就稳坐投名 并在最后一跳5253B的动作上跳出84.80分 以400.05的总得分强势夺冠 男子决赛两位中国选手杨健 陈爱森和英国选手戴笠 本来都有夺军的可能 但杨健用稳健精彩的表现独占凹头 去年她曾在407B的动作上脚步受伤见骨 不过旧伤没有影响到她今天的发挥 凭借这个动作杨健得到92.75分 最后一跳 难度系数4.1的109B 杨健更是跳出110.70的高分 并以573.60的总分获得冠军